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光明正大的政治现金 那么除了有媒体人爬叔出来说 这个政治现金的账户疑似用上百万人头来捐款之外 那么民众党的党工还爆料了 这个报给林冠年 说这个我看到一月底的薪资 这个账户上做的呢 我好像可以领什么钱 实际上根本没入账 到底怎么回事 好 那这不会 这会不会又是用党工的名字 来用假薪资 那么涉及的是真的当成本 会不会又是另外的一种假收据的概念呢 好 现在引发质疑 而且根据四叉猫 四叉猫说他礼拜六闲闲没事 又把整个事情爬梳了一下 他说这笔账 薪资的 但是如果照他整理的 都没来领到的话呢 加起来就有三百四十万五千两百块钱之多了 好 针对这个部分 曾志涵没有针对到底多少人没领到来说明 但他针对有人爆料的部分 他只承认说 我们做错账了 会补资的 可是我们要问的是事情有那么简单吗 如果没有来爆料的话 这账就一路错到底吗 如果这是错账的话 他怎么样这个可以这个账平衡呢 这个账怎么做到平衡呢 很奇怪啦 我觉得民进党的民众党的政治现金 中间是疑点重重 疑云重重 再来关心中国经济的一个最新表现 一个最新的数字显示 七成民众年收入不到四十万台币 台湾现在基本的时薪 应该都快一百块钱了嘛 对不对 结果呢中国有研究生打工 时薪居然只有六块钱人民币 等于不到三十块钱 中国的经济怎么会这么糟呢 今天又有最新的Room Room的路线图 怎么样从墨西哥到这个美国去 其实墨西哥现在签证 真的是非常难拿哦 那么是不是因为太多中国人 透过墨西哥想要进入美国呢 我们稍后都有完整的讨论 先来介绍以后来宾学员教师 支持媒体王瑞德 回民好大家好 来介绍的是民进党的副秘书长何博文 大家好大家好 来介绍的是前民众党的中央委员张艺善 回民好大家好 来介绍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钟小平 大家好 民进党的台北市议员简淑培 大家好 好稍待一会儿呢 前科市府的都更规划师林冠年 也会来到现场哦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新闻重点 一提到重病的父亲 柯文哲妹妹柯美兰一度激动哽咽 柯文哲不在 柯美兰扛下照顾父亲的责任 他透露 接下来每周都要到土城静坐 19号民众党在本命区新竹市举办宣讲 声援党主席柯文哲蔡壁如上场 讲到金华城案更是气氛飙脏话 王国昌向台下小草喊话 等柯主席出来 他会带领民众把国家夺回来 一个40%的总统 为了维系少数政权 他控制着司法 用司法打击他的政治对手 根据最新民调 约有4成7的民众认为 柯文哲在金华城案 有获得司法公平审理 3成4的人则不认为 在民众党的支持者中 有8成7的人认为 柯文哲没有受到公平审理 不要忘记柯文哲现在所触犯的法律是 土利以及违背职务收受贿赂 那难道民众党是全党挺贪腐吗 整场活动民众党炮口对准民进党 柯美兰也到场声援 只是在柯文哲本命区办开奖活动 现场近千张椅子 却只有600多人到场 在柯案即将征结前 全党卖力宣讲 悲情牌能否奏效 这支对支持者的心理预防针 可不能少打 尽管民众党不愿证实内部会议是否达共事 柯文哲短期内无法回归 但对比柯文哲遭积压时 民众党弥漫浓浓低气压 一个半月后似乎也习惯没有柯文哲的日子 大家都期待见他 日前黄山山过生日 办公室大肆庆祝还许愿 所有人笑得好开心 发言人吴怡轩跟馆长直播 炮打吴静怡 确实比出这个动作 他真的是才应该被抓起来然后上铐带走 而柯文哲请假时间只到11月底 到时民众党内部只得抉择 是否要选出代理党魁 若是柯文哲遭起诉 是否要对他祭出停权处分更是难题 传出民众党虽然以私下沙盘推演 但毕竟太敏感 依旧没人敢拿到 台面上台 民众党中评会强调 到时将以内部调查为主 检方起诉与否当作参考 毕竟柯文哲不只是党主席 更是精神领袖 是否开闸对党内都是两难 好有钱人的事件 真的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台湾有一间很大的百货公司 这个最新入主的人一毛钱都不花 就直接把整个百货公司 收归自己的囊下连名字都改了 有钱人玩的就可以空手套白狼 今天我们要再问的是 金华城是不是用金蝉脱壳之素 变成了沈金钦 另外一个小钱包呢 这个东西就有赖你好好整理了 因为我们一般平民老百姓 实在是不懂这有钱人的玩法 是怎么玩的 那天中石化啦 他顶月突然开个记者会 也说这个土地给我扣一下 是没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中石化说这是2019年 给金华城买 顶月说我没有拿20%的农金率 我不是申请人 也不是犯罪行为人 因为是申请20%农金率 奖励农金率的人是金华城 然后呢 我买之后 我现在也不是犯罪行为人顶月嘛 你不记得订阅当事顶月 叫什么名字 之前那时候发生事情 叫做朱雅虎 朱雅虎谁任命的 沈金钦任命的 中石化 那么真正掌控对不对 来主导是什么人 也叫沈金钦 所以这个就是玩什么 玩子公司 孙公司 真正金华城 是这个微金小省 但是他设立了一大堆的公司 用这种方式就对了 所以后来他们 他们有一个签的 签的一个规定就是说 我如果拿到了那么高的农金率的话 你要4.7亿 要分红回来给我 所以这个就解释为什么后来 他通过840%的这个农金率了以后呢 那么 那个 那个沈金钦要求顶月 就是朱雅虎 马上把4.7亿给我弄回来的原因 这4.7亿 那么那天开记者会说 这个 忠实话他们说 我们没有编这个5亿的公关费 他们是没编 为什么 从头到尾都不叫公关费 而且呢 事实上 这个4.7亿 在财报里面都可以看得到 但不叫公关费 完全不叫公关费 但是不叫公关费 却是 沈金钦自己可以 那么用这笔钱去做 他想做的事情 那叫分红吗 分认 事实上 除了分认之外呢 他们还有一个顾问费 还有类似顾问费 那种理议 所以什么意思 在我怎么应该 我变什么名目不重要 而是我能够支配这4.7亿 然后这4.7亿给了谁 不是有人给了200万 有人给了300万 有人给了50万 有人给了多少钱 有没有在这4.7亿里面的钱 给了包括柯文哲 在内的这些市府相关的人 那就是贪污 就是收费 现在重点在差的 就是这里 我真的只想问柯文哲 台北市难道只有 中华工程这个鉴上吗 金华城市他自己盖的 他图力的就是给他过高的容积率 带是包括双子星 万大果菜市场 信义县东沿 行善路设斩 全部都是微精小姐 我告诉各位 为什么 一楼盖到五楼 然后再来六楼盖到八楼 竟然是可以拆开 那拆开了以后 现在面临一个问题了 因为呢 你现在标出的呀 又是跟审刑金有关系的得标 对吧 那得标当然 得标 他现在跟你讲说完全合法 当然是合法 因为柯文哲所弄下来的这个等候 那个相关的标案的规定 当然是合法的嘛 那你标到也合法的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必须再追加49亿都快50亿 才能往上盖 你不能不往上盖 因为你不往上盖的话呢 眼看着你就要损失13 4亿 所以这个应该又是一本起诉书了 各位柯文哲不是号称他最会帮市民跟市政府省钱吗 他竟然去弄了这个东西 可恶自己 我讲坦白的 4个哪个他你可恶就对了 那除此之外呢 今天这两天呢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因为这个周刊呢 他报道说 朱雅虎有说 那么小省说有表达说 愿意处理这个蔡的薪水 他指的蔡其实在讲蔡壁如嘛 蔡壁如非常生气 蔡壁如非常生气 他一定要告周刊 那一定要告正刊 然后说什么 现在有侦查不公开吗 侦查系统死了吗 他说他两个礼拜前已经提告了 洪建议非常好 我觉得非常好 赶快开庭 然后结果看怎么样了以后呢 如果到时候不起诉 换洪建议告他诬告 我觉得非常好 大家就见真章 但是 那么蔡壁如在骂 这个所谓的 有侦查不公开 监察系统死了吗 我不知道侦查系统有没有死了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因为 你们从头到尾 这两个月以来的案子 会叮叮叮 我跟你说 金华城的案子跟这些什么 北四科万大 鱼果市场 在去年 选几几几天已经说全包了 说全包都没问题 又叫科文 说那不值得一提 对不对 可是问题来了 那不值得一提 结果一查下去 那么不经不起一查嘛 查了以后就变成这样子嘛 所以呢 有关于 那么事实上民众党才是真的一笔烂账 监察院一定要查到底 北检成功扣押金华城土地 忠实化和子公司顶月开发 不愿坐以待毙 17号召开记者会 大张旗鼓扬言抗告 北院也预计21号分案审理 不过明代之一 顶月开发胆敢公开和北检护杠 就是因为当年申请容积率 早有布局 要被牺牲的对象 现在看来就是金华城公司 原来2019年顶月开发 以372亿抢下金华城标案 却等到2021年 土地才真正完成过户 而中间这两年 却由金华城公司 继续与所有权人的名义 向市府申请容积奖励 等到检人全面清查容积率弊案时 顶月开发却企图切割 沈庆庆等人是否早在当年 就知道容积率可能出问题 率先设下断点 还有待检方厘清 而面对顶月开发强势抗告 法界也分析 拿回金华城土地 机会渺茫 取得容积奖励的犯罪所得 本来就可以扣押 不管这个犯罪所得 现在在何人身上 对检方来说 金华城土地是犯罪所得 这点无庸置疑 究竟当年 顶月和金华城公司 打着什么排算 集团主席沈庆金 恐怕很难不知情 非常感谢这些年轻人 捐入他的便当前 来支持我们 总统大选选前倒数一个月 民主党主席柯文哲 公开感谢支持者 小额捐款 不过现在柯文哲 政治现金却又爆出有疑点 但有热情的支持者 会这么熟悉法规 刚好抖内抖到十万紧绷 然后跨年度之后 马上觉得我好爱柯文哲 我要再抖十万 5月23号 11月1月11号 9万 10万 9万 你觉得不是的 在洗钱的打钱 媒体人张雨萱开直播秀出 柯文哲监察院申报的 政治现金表单 直言在去年5月23号 有多笔捐款金额10万 以及9万9999元 等特定数字 而巧的是同一批人 在隔年1月11号 又捐了同样数字 总人数超过200人 重复捐款且日期重叠 虽然根据政治现金法第18条 对同英底参选人 每年捐赠总额 个人不能超过10万元 言下质疑跨年度捐 没问题 但应援人质疑 不寻常 而对于张雨萱爆料 民众党称 不会回应骨脑测译 若新闻配合测译乱写 我们也会到NCC检举 这是我们的回应 尽管单看捐款年度 没有违法 但同批人在不同年度 都集中在同一天捐 难免让外界质疑 也太巧了 为什么柯文哲 他跟省庆镜之间的合作 真的是非常之绵密 金华城有状况 而且被起诉应该是百分之百 万大果蔡市长肯定状况太多 完全的不合场景 应该也是一个状况 好 这个蒋万安 他就承接了柯市府的几个怪案 是 蒋万安到目前为止的处理方法 你有什么评价 大家记不记得 台北地院 在扣押金华城土地的时候 他讲什么 他说这个案子 是柯文哲 沈沁金 彭震生 等等 共同涉及 违法 图利 台北地院跟你讲的那么清楚 这个案子是涉及 违法图利的案件 既然是有司法高度争议的案件 为什么不能停工 你光是给他这个容积 让他继续盖 在这中间就是涉及违法图利的 你还不赶快 终止这个违法的行为 这不是很奇怪吗 第三个 监察院的报告 这大家更是耳熟能详 监察院的报告 针对这个部分 监察院报告讲得很清楚 他说这个 金华城的核定建造 有重大的为师 这重大的为师 他举出来说什么 第一个 包括这个什么 任性都市 移居城市 智慧城市 这个根本就你们自己创造出来 要制造这个容积的 所以这个部分 光这三个 包括最高法院 还有台北地医院 还有这个监察院的报告 就可以足以让你 讲万安市场 就可以当你的后盾 你可以有魄力的让他停工 可是他不要 他为什么不做 他不做 他现在恐怕 我不知道他可能 因为其实魏京小省 过去长期以来 在这个国民党的体系 其实他有他一定的人脉或力量 或者他想要当好人等等 结果台北市 台北市现在副市长李世川 他讲说我们想 想这个 左想右想 东想西想 最后只有一个办法 叫做我们只可以等到 他下一次的施工勘验 这下一次的施工勘验 至少半年以后 就至少要 就是说因为他上一次的施工勘验 已经过关了嘛 所以他等到 下一次的施工勘验 要半年以后 这半年以后 如果加把劲 这个日夜不停的施工 会不会造成到最后 你没有办法要求他停工 所以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另外 其实我觉得 沈庆经这个案子 其实造成的这个影响 不是只有说 这个案子本身精华成 你知道中工 他影响到中工 中工 就像刚刚瑞德兄有在那边讲 第一个 第一鱼菜市 第一鱼果市场 那个 我说 那个东西晚一天完成 那个整个影响到台北的民生 鱼类果菜批发 其实也是很严重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它还影响到什么 捷运 捷运信义县的这个东沿案 捷运信义县的东沿案 那也是包括很多的新兴的这个地区 包括人口 包括上下班 大家尹謹期盼的 结果因为这件事情延宕 另外一个 实在是更倒霉 是新北市也受影响 新北市的环状线 也是中工 大家记不记得 零四零三地震之后 新北市环状线中河 那个地方 有一个错落的这个断层 那这个部分引起 现在必须要全线 环状线 那个部分必须要停 这个完全的这个停摆 这个部分竟然也是中 这个中工 的这个施工 所以坦白说 光是一个金华城案件 影响到的层面 实在非常广 所以就是 我就觉得说 奇怪柯文哲 任内是不是工程公司 只有一间 怎么几乎都给他包 对不对 感觉好像这个 不管民生 双子星搞半天 最后还是中华工程盖的 我真是佩服 省庆金 这么会做生意 所以那个刀叉 可能很早就已经摆好了 摆好了 正式都摆出来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金华城这边 不盖不行 对不对 贸然停工不行 对不对 因为地基挖太深 是不是这样 所以蒋万安市政府 是不是两难 到底该怎么处理 但是呢 我们看到他一副 不得罪人的样子 也可以看得出来 他几乎就是 完全的没有破例 行不行盖 就是他已经找专家去看了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应该 应该是这样讲 还好是什么意思 可以不要盖下去 不见得说他没有那个多几层重 可以压住那个叫做地下室 应该这样讲 那个请专家去看 其实蒋万这方面 他是没有专业的 他会听李四川 可是大家会看说 这个理由是什么 那你是不是代表一个是右派的政党 你知道你听懂我的概念 左派就会停工啊什么的 两种公共争政的看法 那所以他自己要想清楚 这有政治的后座力 那再看他那个图 最精彩的图 这个图 来这个图 今天讲完心里 有很怕一件事 那也是沈静晶 就扣谁的事情 什么事呢 十一住行育乐 太多肉票都在我手上 我全包了 在柯文哲任内 你把台北市公共工程 做一只黑鲑鱼 偷了都割给了 都割给了沈静晶 最好的你看双子星 你还记得双子星的时候 中华工程 好龙宾是在双子星 不是太极双星 就马来西亚一个公职标到 钱不够就废了 废了以后 他是第二顺位 那他又把那个资料 丢给双子星 把他干死了 把那个好龙宾市场 同党 杀了一塌糊涂 然后呢 我就不给你做 好龙宾就不给他第二顺位做 后来拖拖拖到 柯文哲任内 双子星又还在 还是要干嘛 你知道 今天你一定要压标金 压在那边 他是没有钱的 所以中华工程是标不到的 那就别人标走 别人标走天下有这么好的事 他都照顾他兄弟 你知道吗 那这样子 营造可不可以给中工作 你知道营造多少钱 603亿 这是头老师尾一度 然后呢 他手上 你看还有那个 叫做综合的环状线那边 那个 你知道所有的 公共工程的基本常识 台北市的 瑞士低正义的六级 那时候才五级 六级跟五级 你知道还五级落 什么叫五级落 他是三十进位嘛 从五点一到五点九 那你怎么可以强度差几十倍 你是不是豆腐扎的工程 而且因为外掉了两 停摆 大家好不容易标出去 你现在停摆 这个影响很大 环状线串起来的话 那就厉害了 整个交通就通了 那他手上还有16个建筑案 包含都更 这个最夸张 那个环状线 他竟然没有要求 他履约保固 没有 他竟然合约里面 地震强度没有写了 对 所以你知道现在 现在他零四银三证断之后 必须还要再付一大笔钱给中工 然后他才来修复 这实在很扯 这个我补充一下 他有履约保固 但是新北市政府 居然没有叫履约保固的中工 负责把他修复 新北市政府侯友宜 居然先给一笔钱 然后叫中工修 这不是很奇怪 你履约保固的人 你应该要把它修好 对不对 他就说 不一定是我的问题 我都依照你们设计 我觉得这就是摆烂 他们等于说先修好 对 责任的归属再说 我要问的是说 国民党为什么遇到中工 就这么软 你如果今天是别的厂商 在你履约保固的当中 你就要把我修好 合约怎么规定 就怎么走 明明就是你保固 你坏了 你就要负责 为什么新北市政府 我还付了一笔钱给中工 这么几片财团 因为中工打不出钱来 现金很少 就是大家讲的 省庆金玩的就是高杆框 所以现在临时 要有一笔钱出来 又加上金华城 出了这样子的事情 他是不是钱拿不出来 所以他现在就变成 新北市先拿一条钱 给你去修复 可是问题是说 好有意思觉得 交通不能等 对 如果你保固 就是你要做的 为什么新北市政府 要这么软 那新北市政府软 台北市政府的讲话 也软 金华城停工 我告诉你 停工化威是一个手段 要你来干嘛 要你来谈 金华城现在如果停工 确实有可能浮上来 可是如果我告诉你说 你要停工 停工 这个法院要求扣押的是什么 是20%的111亿不法获利 对不对 好 你来谈 你如果20% 你保留 你把它变更设计 你不要让不法利益实现 你有没有可能继续改 可以 可是你现在软软的 金华城就说 反正我吃定你嘛 所以你看 那你们咨询的时候 问蒋安他到底怎么回答 没有啊 他就说 他就说 以前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的时候 就是不法行政 就是不依法行政 所以才留下那么多的 所以要继续不法吗 所以呢 我们现在要依法行政 是法律如果没有讲 法官如果没有讲 我就不能做 软趴趴嘛 记者会之后讲啊 还是不亢生吗 是吗 还是软趴趴嘛 另外你知道吗 他除了这个之外 忠实话还讲什么 他说啊 我告诉你哦 金华城啊 不法容积的争取这件事情 跟我无关哦 因为当时争取的人 叫做金华城 不是我顶月开发 不是我忠实话 所以你们那个不法利益的 扣押这件事情 是无法的 所以我要提抗告的 可是我要告诉你 顶月当时在争取 20%的农奖的时候 当时的董事长叫什么名字 朱雅虎吧 朱雅虎是当时2020年3月的 顶月开发的董事长 你们当时的开发 顶月开发的董事长 现在都已经承认 他已经行贿了 而且他行贿的对象 就是柯文哲 还传给李文中 传给太壁如 所以你们现在摆烂说 跟我们无关 我们是善良的小白兔 骗人嘛 大家看一下 民众党的政治献金 今天又被踢爆 烂账多一拖 对 没错 那么事实上呢 所有的事情都成 从柯文哲自己的那张嘴出来 嘴笑嘛 因为他就是笑国民党民进党 你的政治献金都假啦 只有我最心 尽量就经不起考验 所以呢 那么所有的民众党自己都说 自己的账是OK的 是没有问题的 希望你拿出来 你拿出来 把这边都推给端木正会计师 好 现在呢张雨萱 我那天跟他一起上节目 张雨萱媒体人 有人跟他爆料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视察吗 网路就开始去找资料 然后根据他的政治现金 去比对出来 发现有249个人 重复捐款的日期 竟然非常的一致 那么大批的民众捐 99999 那时候大家不是开玩笑说 黄金又不是黄金 99999啊 集中在5月23号跟1月11号 各位会觉得 为什么5月23号跟1月11号 因为5月23号那天 是他政治现金开帐的那一天 直接这一人 啪了就进去了 一开帐就一对捐款了 那隔年投票前 1月11号又进去了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一年一个人只能捐10万嘛 那你这样子是不是一个人就捐了20万 化年度了 再捐一次 好几百个人下去 这笔钱不得了 249个人 那请警戒而来 对不对 有310个人 用10万块现金捐款等等 那么现金匿名 这些全部人都整个加起来 不透露一个不寻常 我跟各位讲 你们千万不要去相信民众党的说法 如果民众党的说法 我们现在是不是监察院 已经收到了他们新的 全新的 完整的 然后查出来 端木正之外 乱做账之外 民众党指控端木正乱做账 然后匿名的说 是因为他们会计师太懒散 他是这样讲的嘛 对不对 那你们应该监察院早就收到 他完整版 修正版的 这个政治现金的 那个完整版的吗 没有啊 到今天都没有啊 会不会监察院已经收到了 收到了 他们不告诉你 不好意思 收到了可能还要拿回来再改 为什么 因为这些钱都有问题 你知道网路多有趣啊 网路PTT 马上有人挑出来了 我们就支持阿伯不行吗 我们送啊 我们共同事的 我们共同家族的 对不对 有人说 连橘子跟他妈都有捐钱 所以我们送啊 我们这样嘛 那我问你一件事嘛 同中白他们还记不记得 一个人30万 七个人210万 那如果大家都是送的 大家都是发自内心自己捐 请问一下为什么 这七个人 为什么朱雅虎要承认 钱是我拿给他们的 为什么我问你嘛 如果你完全经得起考验的话嘛 为什么不是他们自己捐的 然后呢 是公司交代他们 他们误以为说 公司就说这样不违法 公司要欧援嘛 就做人头 他们很多人都已经承认啊 那我请问你为什么 跟你们所讲的不一样 也就是这些钱的来路是怎么样 是真的一天之内 进账了8000多万 6000多万 真的有那么有心吗 好 那么除此之外 这个捐款 从这边看啊 对 就是说你刚刚讲到的嘛 5月23号跟隔年的1月10号 都捐出来嘛 分别就各捐10万 没有错都捐10万嘛 法院规定可以的这个上限 这是一年度一个人可以捐10万嘛 这个人也一样 对没有错 都是一样的套路 所以这到底是真的太爱捐款了 这一群人也都是在5月23号的同一群人 是 如果你是不同人 不同日期 那还可以说嘛 因为不可能大家都说好 大家都说好 我跟你说哦 5月23号跟1月11号 是我看过冥历的日子都很好 所以我们大家集中 都在这一天捐款 所以这种就起源移动 因为现在只要不寻常的事情 我们就足以怀疑 而且这个侯差元先生 没有错 他到底有多爱柯文哲 他分这些天 不断的这个入账给他 有人会这样子捐钱吗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他们现在的草粉科粉就讲说 我就爱阿伯啊 不然你要弄 我就爱阿伯嘛 不然你是怎么啦 我捐超过上限了以后 根据政治现金法 你要把钱退回去嘛 另外一个疑点就是说 为什么他第一天 就是说他的捐款是突然的暴冲 对 不管是赖清德或何佑 他们的捐款曲线 大概就是这样子 慢慢的 这才合理嘛 他是一天暴冲 那一天暴冲了以后 可以形塑成说 你看大家这么多人 对不对 爱阿伯啊 这也是另外一种网路的流量的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是 那么今天我们在场林冠年 那么他接到了一些民众的党工 我觉得这更令人起人一斗 为什么呢 因为呢很多的基层啊 那么之所以不满的原因就来自于这里 胸里一破吧 我记得四叉猫之前曾经质疑过 那但是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多的这个 那时候没有那么多的人跳出来啊 是什么事啊 今年的1月26号 那时候被爆了 这些民众党的党工 被爆了一笔年龙奖金 跟一笔薪资 这没错啊 爆了薪资年龙奖金OK嘛 我记得那时候四叉猫还有爆这个 他的这个战狼小姐姐 有没有 张志涵就领了三万 陈志涵他领了三十万嘛 那时候还出来打水果了 有没有 来了 结果薪资的钱根本就没有入账 也就是被爆的薪资的钱没有入账 四叉猫今天非常热心的 跟大家统计了一下 至少超过新台币三百四十万以上 我问你这件事 如果不是今天有人 有党工把这个事情告诉了 这个林冠联爆料出来 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 这笔糊涂账 这笔烂账就这样子算了 霍西宁就算了 我跟你说 他们被爆了一笔薪资 对不对 那我有点疑惑 三百四十万进了谁的口袋没有 有没有进了谁的口袋 因为民众党今天出来讲说 没有没有没有 那是那是误会 因为有爆错的 有多爆的 有少爆的 柯文哲还没被抓进去关之前 他们是不是已经开记者会 说整个账都整理好了 而且他说几天之内就要整理的清清楚 那不是黄珊珊说的吗 然后现在被踢爆有错 他说有错了我们会再改 再改 你要改几次 所以刚刚慧明讲说 会不会监察院已经收到 我个人认为是没有收到 为什么 因为收到以后 他也说 下一个新的版本又来了 是不是 我问你 那有没有人把三百四十万 又挪到其他地方去 如果要不是 也不是这个你要了 他们那些公司呢 把这个500万的 这个我们用 总共加起来960万的 我们公司根本就没有 他那时候如果没有出来澄清的话 我问你 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 那没人知道这个是什么 包括木可公司的 包括你们这 整百万 整千万 就让你们这样玩 光是康仁俊那个朋友 他就三张单据 960万 被乱爆了960万 对不对 还有没有别人 好 冠年 你质疑说 这是把员工当人头福报吗 你为什么敢这样质疑 会不会我只是忘记发薪水而已 我就忘了发薪水 你为什么要说我是 把员工当人头福报呢 谢谢惠敏 就是党工其实 向我求救 那我今天就是第一次在政论节目上讲 我就要帮他们发声 那其实这个是很新的消息 是前一天晚上 前天晚上我收到几个党工 一个党工 他说他这笔薪资有疑问 因为通常是1月5号发薪资 然后2月5号发薪资 那1月26通常是发年终奖金 那我说 他说他有年终奖金 然后有一笔薪资被爆了 可是他没有领到薪资 那我说只有你有这个状况吗 那我去打电话问其他人 他说那我后来查到的结果是 有十几个人 然后甚至现在有不止十几个人 都被扶爆这笔薪资 那 所以你确定的名单里面 十几个 是11个还是19个 我自己总列出来的名单 可能那名单有70几个 那我现在已经确定了 至少15个以上 15个 被漏爆 那今天 不是漏爆 是爆都没拿到钱 被多爆 被多爆 那这些薪资加起来 大概有33、400万 那今天早上陈志涵也说 他说我们有多爆的 但是我们也有短爆的 谁管你短不短爆啊 重点是我这些朋友 这些党工 你好好的账 为什么会短爆 对啊 然后这些钱到底是变成阿伯喜欢的样子 因为他只是要证明他钱没有留到个人的口袋 所以有些人短爆 因为有些人扶爆 一定有些人短爆啊 那你们那个坐账的也太不会坐了吧 根本不可能是坐账的 一定有人把钱拿走了 来 陈志涵 他自己的奖金也有在里面 那这一笔账里面 他的奖金是10万块 他自己没有跳出来讲话 我自己猜啊 他是一定有领到 可是这些党工 这些三四百万都没有领到 然后他们可能涉及 这个伪造文书 背信 甚至讨漏税 因为如果你所得被爆上去 你增加一个急剧 那你就要多报税嘛 那现在税的问题到底怎么解决 那陈志涵今天只是轻描淡选说 我们还会再补证 哎拜托一下 对 这要怎么补证 拜托一下 政治现金是选完三个月就要 就是要报完 然后你现在给你一补再补三补 你到底要报到什么时候 那所以这些党工其实很可怜 也谢谢这个节目有机会让他们发声 然后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不然其实他们也都要自己扛 那我再说 这些党工有很多都在立法院 还在立法院任职 然后在党部任职 他们之所以透过我来说 就是因为他们还在任职 你比较敢说 对对 他们躲起来就好了 看你们争取到这个没有发的薪水 对啊 而且我不告诉他们吃穿嘛 对不对 这些东西竟然给人家包了 我觉得薪资又赶快补给人家 不然就是变阿伯喜欢的模样 那些钱到底是变成游艇 变成豪宅 还是进到苏比克湾 进到瑞士 还是进到开曼银行 我觉得这个都可以查一下 你觉得根据你对这个民众党的了解 他所谓的补证是把数字改掉而已 还是真的会把钱发给党工 我觉得照他们之前这种性格 不是960加110都可以变960110 而且他们到今天为止还赖给端木正 端木正怎么可能会多报几十个这些 这个党工的薪资 要么他要是取巧 他就一张发票报个400万 然后比方说之前什么 食乐木可这些东西 就一笔报完 怎么可能还会去猎人头 然后在同一个时间去报了三四百万 你还在推给端木正 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好 那现在紧急应变小组 到底在应变什么东西 然后查照小组到底在善后什么东西 我觉得接下来民众党 好像只有一步可以走 就是学制谣 就是去那个 制谣是把公司解散 民众党我觉得直接报内政部 把这个政党解散 不然你怎么会太难了 太多事情了 一年还可以理一年五千块 怎么可能 这个钱到底花到哪里 八席不分区立委好吗 这个东西每天爆破 我自己都不太想讲 因为对我来说 这根本不是什么事 可是对党工人来说 几万块其实都是他们的辛苦钱 然后他们每月要缴房租 要缴电信 而且他们到现在还被压榨 其实陈日韩从头到尾都知道这些事情 他们有透过内部管道反应 怎么会这样 其实就没解决 才会报到我们这边来 所以今天党工跟你检举之前 已经跟陈志涵党部说过了 为什么你报我年终加薪资 可是我却没有拿到薪资 对 所以陈志涵是知道的 陈志涵是知道的 然后内部也有人知道 包括秘书上 那当时他们怎么回应 他们就说这个东西还会再改善 就跟现在这个可能是多报的 那多报没有这笔薪资 本来奖金就已经给你了 那这笔薪资没有 那就忍一下 我们再将监察院去补证 所以要钱是没有的 反正我跟监察院补来补去 又不花钱 我就再补一次 不然你是怎么着 对啊 因为这三百多万 已经不知道花哪里去 你怎么再补回来 你没有名目再补回来了吗 这个手法真的很像 如果说这个公安公司 我都忘记他的名字了 他没有认识康仁俊的话 他没有地方去告诉人家申冤说 民众党莫名其妙 给我开了960万 三张三张 916 就销掉916这样的一个款项 他哪不出来喊冤 怎么过关呢 结果我现在又有这些党工出来喊冤 我觉得就是再讲一次 柯文哲的民众党就像是刘翅王 你募款大的小的都要 你偷手具大的小的也都要 对不对 这次又被抓到了 对 黄国昌为什么不出来咆哮 他还有一个吹哨哲保护联盟不是吗 结果为什么是令冠言出来做吹哨哲 李治导换我当了 原来因为他吹哨哲可能要出事 因为最近爆出张静元共同创办人 张静元的求证民调 900万的民调是真的有做民调吗 苦主在这边 我去告了 求证我也告了 所以求证民调真的有领900万吗 我强烈怀疑还是求证民调是给了900万的发票 其实领的没那么多嘛 这个东西就是洗钱手法 厂商叫发票嘛 然后这个更过分叫做用党工的名单 这次没办法推给端木正了 而且柯文哲在台大地下室的时候就常常在收发票了 对不对 他以前就有发票案的问题 发票就算了 你用党工名单这有多过分吗 第一个有党工名单真的就不能推给端木正 端木正懂得民众党党工有名册吗 完全没有 有民众党党工名册 而且还要身份证 因为你要支领薪水 你要报薪水 都要有党工的身份证 这个第一件事情 谁有这些资料 绝对不是端木正 谁有这些资料 而且谁有权利 只是相关人员把他们报薪水 只有一个人 党主席兼总统候选人 这些人也薪水也求不到了 为什么 總部已經關帳 他們是報了總部的薪水 他們不是報黨部的薪水 也就是說他拿了黨部的員工的名義 去報了總部的薪資 而這些人都沒拿到 沒拿到就算了 第一個問題 錢到哪裡去了 你沒拿到 這些帳你總要集合 你的收支要平衡 所以這個司察貓爆出 總共有71筆 可能疑似 這個報薪資 可能沒拿到的部分 總共340萬元 錢跑去哪裡了 我們整理一下冠年獎的 他掌握到了至少15位黨工 15位 是有所謂的證據 所謂口證的 這些是資料裡面有重複 他同時是黨工 同時在所謂總部有報薪水的部分 是不是有同樣的狀況 同樣的狀況叫做71位 有340萬 那錢到哪裡去了 錢如果 誰可以領這個錢 傳李文娟 李文娟做的帳 李文娟的錢跑去哪裡去 李文中 李文娟 陳志涵不能說我錯了 他必須要講的是 那這340萬去哪裡 去哪裡了嘛 這總是人家沒領到你錢 去哪裡嘛 總不能再回說科幻小說吧 對 這個人 他自己都產生不是科幻小說 他說確實我們漏爆了嘛 我們浮爆了嘛 那錢到哪裡去 錢有可能被柯文哲賺去嘛 柯文哲有可能賺大錢 結果這些領薪水的人 你們今年5月 明年5月 申報所得稅的時候 每個人可能因為這一筆的薪資收入 可能都要繳稅 這時候要高薪禮聘小兔來 小兔會把家的 減的稅後多少的 算得清清楚楚 小兔就是怕專業 一定要報到你的薪資戶頭 你有這筆收入 因為這是監察院 核定你的收入 而監察院的核定你的收入 一定會報到國稅局 所以你的薪資所得 每一個人都增加了3 4萬塊嘛 而這些3 4萬塊要不要抽稅 結果柯文哲賺大錢 黨工幫柯文哲繳稅 這個是可惡至極啊 所以林冠妮 你接下來要處理的 你要去幫他們追薪資 恐怕很難 但是稅金恐怕 多給我摸錢 很好 難怪黨工會去偷那個相機 買約20萬摸彈嘛 我怎麼補這些稅 核同心事不可取到 不可以合理的話 我意思是說 你說如果你是黨工 你會不會生氣 錢不知道去哪裡就算了 我沒領到錢就算了 我明年我還要多繳稅 那你不會生氣 你不能這樣講 家具都不見了明天 你這樣提示黨工 你都搬什麼 衛生紙都沒了 不過我要補充一下 陳志涵有沒有在七十幾個人 名單裡面 有耶 他在一月二 因為這七十幾個人 全部都是在今年一月二十六號 被報獎金 第一個被四叉貓列出來的人 就是陳志涵 所以陳志涵自己知不知道 在今年查帳的時候 今年年中大家七八月在查帳的時候 他自己知不知道自己被扶爆 那他自己有沒有查 這十萬塊他到底有沒有拿到 如果他也沒拿到 他也被扶爆 他居然沒有站出來講 還繼續幫柯文哲洗白 我覺得這個人真的非常非常的惡劣 而且這個名單裡面 其實我們之前都知道 監察院是幾月的時候就告訴柯文哲說 你的收支落差 落差了兩千萬 是今年四月 所以這一些七十一個人 現在是十月了 這十月了 林冠年如果不踢爆的話 這一筆帳他們還有講 我要講的是說 林冠年金現在踢爆的 這一些七十一個人 是什麼時候入帳 是一開始在一月二十六號 就真的Key上去的嗎 還是在四月的時候 因為收支已經有落差了 才被補證 在四月份的時候 補到監察院去擬平的 就是這七十一個人 就是尼奧跟什勒啊 你知道嗎 尼奧跟什勒是後來被 報物報 去衝脹 衝了916萬 多開了 沒有開發票 但多爆了916萬嘛 對不對 因為他要去擬平 那個收支的差距嘛 這七十一個民眾黨的員工 是不是在扮演的角色 也是尼奧跟什勒 因為收支不平衡 錢出去的比較多 但我實際在帳上的錢比較少 所以我必須要把帳上的錢 報多 所以這七十一個員工 明明沒有領到獎金 卻在四月份的時候 被補報了監察院 到監察院去 把收支平衡 我想先請問一下 這個博文 打選戰很辛苦 對 以民進黨來說 打完選舉之後 會發獎金嗎 打完選戰發獎金 嗯 大概 慰繞個員工旅遊是有啦 但是你說發獎金 我們會有一個年度的員工旅遊 但是你說發獎金 因為你來做政治工作 因為每一個候選人的狀況 沒有我說黨部 黨部我沒有聽說特別在發獎金 國民黨有沒有在發獎金 選舉完之後 慰繞員工很辛苦發獎金 黨部 以前有黨產的時候有 現在應該沒有 民眾黨 民眾黨連候選人的衛生紙 都需要花錢買的 他可能因為黨工工作很辛苦 選舉之後編列獎金給他們嗎 而且這獎金發的時間點真的是非常奇怪 而且不是每一個人都有 其實那時候我看那筆帳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鬼 對 你看他沒有 只是我沒有深入去想 他不是每一個人都有嗎 你有看到周渝修有嗎 你有看到戴宇文有嗎 他不是每一個人都有耶 可是現在算一算七十二個 對啊 可是這七十幾個人裡面 因為我看了一下 裡面是沒有 剛剛我講的周渝修有沒有戴宇文 如果他是普遍發的 每一個人都要有啊 可是他都沒有 所以我就會合理的懷疑 是不是說監察院在四月的時候 已經發現你民眾黨的收支 已經不平衡了 不平衡之後 你為了要把他帳拉起來 因為你的帳 帳面的金額比較少嘛 你留的金額比較 實際的現金比較少嘛 你必須要把帳衝高 支出衝高的時候 你的收支才會平衡嘛 那你要怎麼辦 你要報更多支出 所以你要實... 關木證的電子繳料啊 你要知道被多報了九百一十六萬 那這七十一個員工的獎金 是不是就是這樣生出來的 我覺得這個是很不道德啦 坦白說 因為黨工的工作很辛苦 可是他們薪水其實不高 那你知道你多報了這些錢進去 有些搞不好 因為這樣不小心就跨過一個急劇 你知道多繳很多稅 那你如果說你今天自己私底下去替他們報這些 你有跟他們講說 那個我補給你嗎 我想應該是沒有 因為這後來是被林冠妍突然講出來的對不對 那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有點扯 因為你等於是在撥這個黨工的皮 然後黨工那麼辛苦 然後你不但實際上沒有給他獎金 你又要讓他多報稅 這個實在是很糟糕的 而且除了稅金之外 我要問的是 那真正的錢到底跑到哪裡去嗎 有人的口袋裡面 就是四百多萬的 他沒有收到這四百多萬的獎金 那這四百多萬卻在帳上 那錢呢 現金跑到哪裡去 這才是最重要的吧 你為什麼民眾黨沒有去追 就是大家剛剛講嘛 二十五萬的這個東西被偷 追得要命 請問這些員工被誤報了 被多報了四百多萬的錢 你們不用去追嗎 我還有在問謝國良那兩百萬到哪裡去了 民眾黨你不猜一下嗎 最少的九百一十六萬都不知道去哪裡 到現在要零冠年爆料 然後你們才說我們要去查證 我不相信在今年七八月的時候 我們在查這件事情的時候 陳志涵你沒有看到 你自己有這一筆講 而且陳志涵竟然說 現在還可以再補證 我想說奇怪 那要跟誰補 監察院啊 那邊不是講說 還可以一併再跟監察院補證 不是關帳了嗎 現在都已經 拜託選完多久了 可以這樣子一補再補再補 反正就是 反正只要覺得有問題 我就再補再修證嗎